南某本师释迦牟尼佛 佛道无上誓愿程 众生无边誓愿度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大家请放着 我们继续来分享试炼处修行法药 今天我们准备把炼处经的后面几段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请大家看手中的第五页 你们讲义的第五页 或是阿罕解脱道次第的一百九十九页 最后这一段 这一段我们有稍微讲部分 但是还是重新把它变过一遍 这就是法炼处里面的 这一段讲的是有关于五概 你当下有没有五概 你要清清楚楚的知道 如果你有这五种概的话 只要有其中的一概 那你就没办法见法 对不起 这个见法是说 你的这个是黑法 你产生是黑法 你没办法真正的那种开悟 真正的能够安心自在 所以 这个法炼处这一段 复次 彼求观法如法 彼求者 内时有欲贪之有欲贪如真 内时无欲贪之无欲贪如真 若未生欲贪而生者之如真 如是称慧睡眠调毁 内时有欲之有欲如真 内时无欲之无欲如真 若未生欲而生者之如真 若已生欲 魅不复生者之如真 如是彼求观内法如法 观外法如法 历练在法为五盖也 这里 我们要了解 什么叫做五盖 五盖 第一个就是贪心 贪欲盖 第二是称慧称心 第三是睡眠 包括昏沉 懒惰 懈怠 所以事实上真正的睡眠盖 讲的是昏沉 懒惰 懈怠 懈怠 不精进 那才是最重要的 要调整的 再来是调毁 调局 调嚷嚷嚷 或是静不下来 在移解 移解 这就是所谓的五盖 只要你在禅修的过程中 你有这五盖的其中一个盖盖住的话 那你就还是会被五名的盖 被掛 盖子把你盖住 这个五盖 它就是五个盖子把你盖住 让你看不到阳光 也就是说 让你处在五名的黑暗的世界里面 五盖的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真的要明心见性 你要见法 你要先看到黑法 看到恶法 你才会把那个盖掀掉 所以你当下有没有浴滩呢 你有贪心的话 你要清楚知道啊 那你才能够调整过来 来到没有贪心 有没有称心 有没有昏沉 有没有懈怠 自己都要如死觉知到啊 再调毁 你有没有调毁 这个调毁就是说 你静不下来 或是仍然是很浮躁 很躁动 内心安不下来 那一般人 遇到这种调毁情况之下 因为他没有明显的撑 也没有明显的贪 也没有明显那些苦 只是静不下来 所以你要请他静下来 到禅堂里面来 他会设法找很多很多的理由 啊 我要去忙什么啦 啊 我要去怎么样啦 啊 我要去怎么样啦 啊 我阿嬷又生孙儿啦 那你会找很多的理由 来掩饰 来让你不想打坐 因为你静不下来 这个调毁盖 就是一个人 他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就是静不下来 啊 总是要找个 一空闲下来 他总就是要找个 所缘 找个攀缘 又要去 噢 攀很多的缘 你整天一个礼拜 忙碌的五天 工作的五天 好不容易 星期六星期天 可以让你有休闲的时候 但是一到星期六星期天 糟糕 不知道日子怎么过 一个人静不下来 赶快 赶快去找人 打牌 打麻将 赶快去找人聊天 赶快去找人杀时间 那个杀时间就是 又是杀掉生命啊 哦 所以这个调毁盖 在背后里面 这个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安静下来 不敢面对自己 今天呢 你要修行 就是要去看到这个盖哦 你要看到 我为什么静不下来 我为什么不能够 单独的面对自己 为什么有的人 他单独给人面对自己的时候 他那么的潇洒 那么的自在 而我却静不下来 我需要 我需要去买更多的东西 我需要 我为什么需要去攀更多的园 我到底在掩饰什么 哦 这是很深层的问题 你要去看 你要去检查 修行的力道 这个你一定要做到 不然的话 你的修行 你还是一样 会用很多的知见 来掩饰自己 以为说自己已经懂了 已经会了 然后很多一直在展现我慢 你都不知道 哦 所以这个吊毁盖 你要清楚的看到 而且这个毁里面 还含有后悔 这个后悔包括说 你提不起放不下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想提提不起想放放不下 然后又是在那里拉拉扯扯 要提又没有破例提 然后不提的时候呢 又是在那里后悔 哦 我当初怎么样 我就好了啦 我当初怎么样 我就好 问题是 好吧 那你又不敢现在当下承担 你还是这样 常常在那里提不起来 然后要放 又放不下 所以总是在你拉拉扯扯 那你在那拉扯的过程 你就会有很多的后悔 所以这里面 就有那种悔 那种疑味 再 好 翻过来 那时有疑之 有疑如真 我们对别人 有没有那一种疑心病 对众生是不是常怀着那一种疑 不信任 跟人家相处 总是不坦诚啊 总是保留很多啊 跟人家相处 总是怀疑别人啊 我们有没有这种心 要清清楚楚的看到 如果我们这个疑心病不处的话 你没办法解脱的 因为 你本身就不真诚 不真实 不真诚 不真诚 不真实 你不会遇到真人 不真诚不真实 就算遇到真人 遇到阿罗汉 你也看不懂 你也看不到 真人 不录像 他不会告诉你 我可以当你的老师 不会的 你没有要当学生 老师就不会现前 没有学生 就不会有老师 尤其是 攸关修行 厚变这些 那是攸关一个人的生命 化身废命 如果你不真诚 你不真实 没有真诚真心的话 真的 就算明远人 甚至是在你面前 他也帮不了忙 所以这些五概 这个基本功夫 我们要先做好啊 我们要先做好 学生学习的那种准备啊 你要把瓶子清理好啊 你在那种疑解 那种疑解疑心病 真的要去除啊 有没有 你当下都要清楚看到啊 但是在这里 因为中文这个疑 很容易又变成 那个正确的怀疑 结果又变成 很多人就认为 你不可以怀疑啊 我讲的就是绝对的权威啊 你这个 如果怀疑我的话 那你就变成 你是疑心病啊 你不信任我啊 结果就变成一种 又是权威式 这样又不正确 我们鼓励大家 学佛学法 要真诚真心 但是你要有 求真求证的精神 不疑不悟啊 小疑小悟啊 大疑大悟啊 这种疑是健康正确的疑 你要有求真求证的精神 拿出科学家的那种求真求证精神 这样你才会真的大策大悟 那我们对善之士所跟我们讲的这些呢 我们真诚真心的去学 但是对我们所不了解的或是证悟不到的 我们要保留 不要盲目的迷信 不要盲目的重信 我们要求真求证 无爱无师 无更爱真理 所以 我们本身把生命交出来 真诚真心的 对待善之士 那对善之士所讲的这些呢 我们也很认真的去求真求证 这样你的疑解 会很快破除 而且疑心病早就消失 如果你能够真的见到法 你看前面三个节那些都破除掉 你就很快正到出国 那继续用功深入 二国三国就会上来 好 我们再看200页的第二段 也是法练柱的第三 复制彼丘观法如法 彼丘者 内时有恋觉知知有恋觉知如真 内时无恋觉知知如真 若未生恋觉知而生者之如真 若已生恋觉知便住不忘而不衰退 转修增广者之如真 如是责法精进喜 再来是清安 那个依习就是清安 它只有翻译一个呼吸的那个喜 那是依习也就是清安的意思 还有定 彼丘者 彼丘者 内时有恋觉知知有恋觉知如真 内时无恋觉知如真 若未生恋觉知而生者之如真 若已生恋觉知便住不忘而不衰退 转修增广者之独真 若是彼丘观内法如法 观外法如法 历练在法 有知有见有明有达 是为彼丘观法如法 未欺觉知 像这一段也是蛮重要的一段 问题是很重要的经文 它都是很朴实无法 而如果你不欣赏这种朴实无法的经文的话 你就觉得这个没什么 这个一看我知道了 我会了 你不知道说 你只是懂一些名相 因为这里七觉知 每一个觉知所提的 都是希望大家 你要真的做到 你要真的做到 七觉知就是 有七种现象 能够帮助我们觉悟 帮助我们觉醒 这样知道吗 有七种现象 能够帮助我们觉醒觉悟 所以在修行方面来讲 这是属于善法 好的善法 那七觉知就是 是 炼觉知 折罚 精进 喜 清安 定 还有舌 好 那炼觉知是什么呢 炼觉知就是说 你一个人你要修行 要解脱的话 很重要 你必须要有正知正念 你必须要有正知正念 正知正念 那你要有正知正念 你必须要这个心 跟这个身要对焦 如果你的心跟身没有对焦的话 你是在打妄恋 打妄想 你是在做梦 那个都没有正念 所以 这个炼觉知就是 你的心跟你的身要对焦 清醒明觉的活在当下 这样知道 这样你才能够出处见法 再来 折罚觉知呢 你看 很多修行人 尤其是禅门人物里面 很多人都会提到说 要来叫没分别 你还在哪里分别什么 没分别 那没分别心 一体世界 跟一般人所提的没分别心 那是有天壤之北 那里面是有在展现我慢 而且是被无名遮障住 而不知道 你还不是真正的那种 一体无分别的那种无分别 就好像说 你没有经过用生命去修行去找法 你还不是真正的那种 没有经过有违法 你很难很难来到无违法 你没有认真的去折法 去学法去折法的话 你很难很难来到没分别 所以不要被这个一些论作 然后就把你认为说 没分别才是高才是快 佛陀一样 交代我们 你要有折法能力 问题是众生要来到有正确的折法能力 不容易 不容易 你一定要经历过很多的跌跌撞撞 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寻寻觅觅 你才会来到有正确的折法能力 折法 你就是要能够正确的分出来 什么叫做世间法 什么叫做出世间法 你要能够正确的分辨出来 什么叫做方便法 什么叫做究竟法 你要能够清楚的分辨出来 什么叫做菩萨道 什么叫做解脱道 如果你没有分清楚的话 你是在无明的世界里面 来说无分别 你要清清楚楚的分辨出来之后 然后来到淡德本不愁没 当你掌握到究竟法 你就能够全师各种方便法 而且尊重各种方便法 当你彻底了悟什么叫做出世间法 你又能够融入世间法里面 你才会来到无分别的世界 所以千万不要弄错了 要正确清楚的分辨 要正确清楚的分辨 不然很多宗教 很多宗派 很多宗教师 都在跟你讲 他讲的是正法 他讲的是究竟法 葛拉玛经里面 都跟我们提出这样的现象 佛陀以前的时代 就有很多的宗教师 他们就是如此宣说 今天呢 那更是普遍 因为言论自由 众生在这个茫茫的法海里面 哇 真的实在 沙漠啊 所以你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寻寻秘密 你才能够真的找寻到 佛陀他们所走过的这一条 解脱之路啊 所以有一天你真的 契入掌握到之后 你才会发现 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 你没有正确的 折法觉知 你没办法掌握到 什么叫做真正的究竟法 因为别人也都会告诉你 他所讲的是究竟法 所讲的是正法 我们没有贬次其他任何 绝对没有 我们是希望就是说 大家你要拿出正知正念 求真求真的精神 要去 减则分别 那你逐渐的深入 深入之后 以后你才能够来到无分别的世界 在 精进觉知 我们当下有没有精进呢 我们有没有来打坐的时候 或是来禅修的时候 然后还是有那种 我是被某个朋友陷害的 不好意思 因为他的圣情邀请 我才这样来冲场面 或是想说 你多来一个人 那就是这样来庄严道场 我是为庄严道场而来的 大自然已经够庄严了 你不要污染就好了 所以 所以 我们自己有没有积极 有没有精进 要如此来面对自己 真的要对自我负责 我们精进用功 不是表演给别人看 你精进用功 你解脱 那第一个受益的是我们自己 还有喜觉知 就是我们当下有没有禅悦呢 有没有喜悦呢 包括这个喜觉知 要知道啊 修行你有没有喜悦的心 你有没有修行 越修越快乐呢 好 这个精彩的 我们等一下 下一节再跟大家来分享 好 谢谢 好 各位同修大家好 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 试炼处里面 法炼柱的七觉知 七觉知 我们讲到喜觉知 喜觉知 你看哦 你一样要当下去检验 自己当下 有没有开心 有没有安详 有没有法喜 有没有快乐 有没有禅悦 好 所以修行如果错误的观念之间的话 会越修身心越紧 然后修到后来变成一个扑克练孔 扑克练孔 一个很绷紧的一个扑克练孔这样 或是修到后来 因为说要搜搜六根 结果一直搜搜搜搜到后来 七孔变成后来 七孔变成一孔 也就是说脸部变成苦瓜脸 绷得很紧 这是不正确的修行方法 修行你是要深入文师 而且你走在正确的解脱道上 你是内心越来越安详 越来越柔和 越来越慈悲 搜搜搜六根不攀圆 但是身心并不绷紧 那是一种内恋一种灵静 不是绷得很紧 不是封闭 所以你当下有没有喜觉之 还是修得很苦 如果你修得很苦很苦闷 那要重新检讨 我哪里有出问题 是不是文师观念之间 有出了问题 让自己重新来过 修行是建苦地是不错 但是修行是为了处理苦海 修行是为了解脱 解脱就是很快乐很安详 所以绝对不是说越修越苦 越修越紧不是这样 正确的解脱 你解脱一份 你就越轻松一份快乐一份 所以喜觉之 它是会慢慢地流露出来的 如果你修行了好几年 你还没有那些喜觉之 要重新检讨 重新来评估 到底哪里有问题 再 喜 这个喜 有的翻译是一喜 现在的翻译是翻译做清安 我们修行 你有没有来到有一种清安的感觉 深有没有清安 心有没有清安 你的身体还觉得很粗重吗 你的心还觉得很浮躁躁动吗 如果你走在正确的文师 走在正确的修行方法上面 你有走在中道上面 那你是会越来越清安 身心越柔软 所以你有没有这种现象 这个都要检查 如果没有 那就要设法改善 那有的话呢 好的现象就要让它好上加好 这个叫做以生善令增广 所以七觉之这里 它是配合那个四正琴 那前面的以生恶 前面的五盖 或是六根跟六层接触 有打劫那些 如果有恶法 我们是要让它 以生恶就要让它断 再 定觉之 我们到底有没有定力 我们的心 六根跟六层接触的时候 你有没有定力 还是说都被六层牵引着走 一颗心 是不是还是在那里 一直的浮动躁动不安呢 这个都要检查 都要觉察到 再 舍觉之 七觉之的后面就是 最后一个就是舍觉之 这个舍就是放下 不连早 而且包括也能够法不施 能够施舌 能够不施 我们有没有 增加这些舍的 放下的这种力道呢 过去 没有学我之前 我们很多的贪爱 很多的连早 我们都很不舍 那我们现在 评估一下 我这种舍的力道 有没有渐渐增加呢 放下的力道 有没有渐渐的增加呢 所以这些都是 一个人你修行 有没有进展 很重要的检验 所以七觉之 这里都是属于善法方面的 如果 我们看认觉之 这里一个代表 内始有认觉之之 有认觉之如真 如果我有正之正念 我清楚的知道 内始无 如果我没有正之正念呢 那我也清楚知道 我也是在打妄想的 打分成的啦 所以我惭愧心生起 那炼觉之正念 它就马上会生起 再 若未生炼觉之而生者之如真 如果以前我没有正之正念 这是未生的善 那未生善呢 应该是要设法让它产生的 所以未生炼觉之 也就是未生善 我们要设法让它生起来 以生炼觉之 便住不忘而不衰退 转修真广 这就是世正琴的 以生善令真广的意思 因为正之正念那是好的啊 清醒明觉这是好的啊 那不怕多啊 不会有那种超过 不会过量 不会这样啊 所以如果有正之正念 已经生起正之正念 那很好 我们要继续让它稳定 而且增加 广度也要加拓宽 所以让它住 不忘不衰退 转修真广 这就是以生善令真广 好 试炼处讲到这里 整个重要的修行法要 次第都已经讲出来了 那你依着试炼处去修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请看佛陀最后的精彩结论 若有比丘 若有比丘 比丘尼 七年立心正住 试炼处者 比必得二国 或宪法得究竟制 或有余得阿拿罕 自七年 六五四三二一 若有比丘 比丘尼 七个月 立心正住 试炼处者 比必得二国 或宪法得究竟制 或有余得阿拿罕 自七月 六五四三二一月 若有比丘 比丘尼 七日七夜 立心正住 试炼处者 比必得二国 或宪法得究竟制 或有余得阿拿罕 自七日七夜 六五四三二 至一日一夜 若有比丘 比丘尼 稍稍虚余请 立心正住 试炼处者 比朝省如是 目必得生进 目省如是 朝必得生进 佛说如是 比诸比丘尼佛所说 凡喜奉行 好 后面这一段 我们来看看 佛陀怎么样强调 这个试炼处的功效 很多人一谈到修行 要邁向解脱 邁向大策大悟 邁向解脱 都认为说 要三大阿僧奇解 那你知道 我以前在学院的时候 我去换算过 一大阿僧奇解 几十亿年知道吗 四十几亿年 一大阿僧奇解 那至少 好了 算三十几亿年 打个折扣 三大阿僧奇解 至少一百亿年 但是 原始佛法 阿含经里面 佛陀住世的时候 所带领的弟子 以及佛陀所 跟大家开示的 不會 说三大阿僧奇解 都是告诉大家 这一生 这一世 献剑法 献士拨虐盘 献士得解脱 都讲的是 这一生这一世 那如果你 因缘不成熟 根基不够 那才一方面 鼓励你一样 要修行 要行善 你这一世 就算你没有得 究竟解脱 那你至少 你不会剁恶道 而会升天界 升天 六炼法门里面 一样有升天的 升天就是 都是现在 一般人 所强调的 要求生净土 或是升天堂 都是同样的那种意识 只要你好好地修行 好好的行善 布施慈戒 你就会往上 會越来越好 如果你智慧够 你好好精进用功 又听闻解脱道的话 又来实修试炼处 你看 若有比丘比丘 七年立心正著 试炼处者 你如果能够在七年内 好好地下功夫 文师深入 实修实证深入 七年内 比必得二果 你看佛陀开这样的支票 你如果好好用功七年 你会得到两种果 不是正到二果 不是正到二果 那二果以上的 是两种果位 哪两种果位呢 第一 有可能 宪法得救净制 也就是说 如果你因缘 各方面都具足的话 有可能 你在七年内 可以正到四果的阿罗汉 这里讲的宪法 你看 这一生 这一世 现在 法是存在现在 宪法 现在 你要建法 也是现在 不是来生才建法 不是来生才开悟 不是来生才解脱 你现在 你现在 这一生 这一世 你就能够得救净制 也就是说 能够来到大策大悟 也就是四果阿罗汉 或有余得阿罗汉 如果说 你因缘 虽然不是很具足 但是 只要你好好真的 脚踏实地 一步一脚印的用功 七年下来 至少 你可以得到 三果的阿罗汉 证到三果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佛陀你看 就跟我们讲 七年内就可以到达 有多少人修行七年以上 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出国 都还不敢谈 因为他听人家讲说 你要证到出国 那就很困难很困难 所以事实上 你有正确文师 那不困难 有方法就不困难 不只这样而已 我们继续再看佛陀 怎么样再鼓励大家 至七年 放下七年 也就是说 不必到七年 甚至不必到七年 六五四三 甚至还不必到三年 也不必到两年 甚至连一年都不必 若有比丘比丘尼 七个月 七个月立心正住 试炼处者 比必得二国 或宪法得救境制 或有余得阿拿罕 你看 人七个月以内 要正到三国 或是四国 都极大的可能 你七个月内 要大策道 要解脱 那都很有可能 还好 有佛陀这一段 做保证佛陀可以帮背书 不然我如果空海讲这些的话 哇 早就被人家 轰炸 你看佛陀就是这样的 这么真实的跟我们讲 因为佛陀他本身走过来 而且也很诚恳的告诉大家 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 只要你依着这样方法 次第步骤上来 七个月内 你就很有可能 甚至 不必七个月 六五四三二 若有比丘比丘尼 七日七月立心正住 试炼处者比必得二国 或宪法得救经志 或有余得阿拉罕 甚至不必七个月 七天七夜立心正住 试炼处者 就有可能解脱 那也许有的人就想 奇怪我以前我参加过好多好多次的残期 怎么都没有 一个国也没有 老师你说七天七夜 我参加过几次残期 但是我现在好像 也还是不敢肯定 我有正到几国 这个佛陀当然是给我们这样很大的鼓励 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你的出离心够不够 你的道心够不够 你有没有足够的柔软心 有没有归零 不是佛陀开的是空头支票 不是这样 而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你有没有温室基础 佛陀这里讲的是 你要有温室基础后 温室基础 然后实修 实证 七年内 七个月内 如果以空海 跟大家比较保守的讲 就是说 你给自己一两年 好好地下功夫 温室修正 尤其最初 温室基础一定要打好 要深入 把整个解脱道的这些弄得很清清楚楚 不是光听一遍两遍 你要看个至少要三遍以上 解脱道的这些课程至少要三遍以上 我们有不少学院 五遍以上 甚至十遍以上都有 每看一遍就是有不同的体悟 才会看到说 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个是竟然这么重要 老师很简单地讲过 讲过一两句话 但是里面的含义却很深 以前怎么体悟不到看不到 所以文师修正它会水涨船高 不要想说 我看过一遍 我听过一遍 我知道了 我早就会了 如果这样的话 你又会阻断自己的精进之路 要认真不断地虚心学习 文师修正不断地深入 再来呢 你有文师基础 然后你又有参加禅修 只要你能够正建法之后 建法 你在一两年之内 如果你文师修足 然后你又参加禅修 你要正到出国 这个不会困难 当你有建法之后 然后再继续在文师 又在禅修 至于说正出国之后 我想后面这一段 佛陀所讲的七年 或是七个月或是七天 那是讲正到出国之后的 你如果有文师的基础具足 又正到出国以上 那继续在深入用功 最多七年内 你可以正到三国 因缘具足 你的根器具足 可以正到四国阿罗汉 如果你的根器相当好 领悟性相当高 真的能够跟真理实相 这样很器硬 而且建法力道很深 七个月内 那是极有可能的 这个时间至于多久呢 只要你文师基础具足之后 有建法 正出国以上 然后要迈向 那个四国阿罗汉这些 火头是跟我们讲 不带时节因缘 不带时节因缘 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你没有下功夫 你没有酝酿那些能源能量的话 这个能量是说你各种因缘 就像那个鸡蛋 你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去 像母鸡浮蛋的这样 要去认真的去浮蛋 因缘具足的时候 它自然 你不求解脱 自然会解脱了 你扎扎实实 一步一脚的去做 就会 你扎扎实实 你不求解脱 你不求解脱 小鸡就会跑出来了 如果你没有扎扎实实的去扶那些蛋 没有扎扎实实的去用功 你学了佛法到处都去跟人家见证 你几十年后 你还是在那里跟人家比高比下 比大比小 所以真的 你走在正确解脱道上 那都是立竿见影的 所以包括七天七夜之内 那都有可能 建法正果的 像我们这一次的禅修 有不少学员 都有蛮不错的心得 相当好 那大家继续用功 不要得少为主 继续用功 好 如果说你姻缘还不具足 文师不具足 那你不要想说 这样参加禅修就浪费 佛陀鼓励我们 只要你一天一夜 你只要有一天的用功 你就会有一天的效果 你听吻一次的佛法 听吻一次的解脱道 你就会有一次的收获 而且会很实用的 所以说 自一日一夜若有比丘 比丘你稍稍虚于情 立心正助失恋处者 比朝醒如是 目必得生进 你早上文法 然后精进用功 好像说你听闻 我们现在讲的精醒的方法 那你就开始去练习去做 就算你练习一个早上 你到下午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自己有进步了 如果你没有觉得说自己有进步 那是因为你在这个练习的过程 你在偷工减料 如果你实实在在的听吻 然后又实实在在去做 你看早上做下午就会有效果出来 你晚上听闻 晚上去练习 明天早上你就会感受到 你有进步了 你的定力有在增长了 你的觉性有在提升了 你的觉察力有在提升了 你看 走在正确解脱道上 它的效果都是立竿见影 所以我以前就跟大家连历 你只要好好的闻思 三个月 你就会有明显的脱胎换骨 半年 你会觉得很明显的突破进步 一点下来 你的法系就会很自然的流入 所以我也跟不少学员免力 如果你亲近某个法门 或是亲近某个宗派 两年下来 你还没有觉得说 你很明显的突破 没有很明显的 让脱胎换骨改变的话 那我们要重新检讨 到底是我们用功不够 我们在混 对自己不负责 没有积极静静用功呢 还是这个法门有问题 我们要重新客观的评估 学佛就是要真实面对自己 认真的求真求证 好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各位 祝大家法喜充满 早日解脱自在 谢谢 谢谢